我不是给你催 你的钱我一分不动 那就换我这个 我这个不够的话 有后台 大意有晃有后台 现场只能向大妈表白 大妈也是饿得合不拢嘴 生怕委屈了大人 就是配我 你是不屈点 千万别委屈了 原以为俩人都这么成了 结局却出现了反转 咱们往下看 72岁求大呀 老伴一年前去世 自从老伴去世后 大爷一看到家里的物件 就想起老伴 家里环境实在带不了 于是大爷就卖了房子 住在了女儿的空房里 换了环境后 大爷状态好了很多 但女儿还是不放心 每天都会开车给大爷送饭 这一周六天都送五天饭 一天一个电话 你自己不会做饭吗 他不让你做呀 到点了 你求饭了吧 女儿周到体贴 担心父亲独自在家孤单 就替大爷报名找个老伴 了解到大爷的标准 红娘找到了68岁 有房有劳保的李大妈 大妈性格温柔平和 可能和她年轻时 在客运公司上班有关 那时候车人可多可多的了 碰到岁数大我都伤了年轻 也有时你家也有 你有时候岁数大 的时候都有爷爷奶奶 啥他都干 那么大岁数 你站一会儿叫他坐一会儿 我都伤了他 万他也站了 没说你伤了 你同样就说 你给他样子做 他多大岁数了 人家能给你样 你不给你样啊 你是啥能说话那么酸 大妈在工作和生活中 从来没发过脾气 那和球大爷俩人 见面会怎么样呢 演员是没问题 丑相也挺好 感觉那时候多年轻 差点 从个人啊 从演员上身体状况 你是觉得身体咋的呢 太胆了 那大人应该是绑胖了好看 大爷觉得大妈太瘦 不太来电 大妈觉得大爷挺年轻 而且对房子是大爷姑娘的 大妈说只要有住的就行 你有住地方就可以 我不在乎说 这是我的房子有多大呀 或者是啥我都不在乎呢 只要你有住地方 不论是谁的都可以 就是说实在没有住地方 我的实验室屋小点还可以吧 住两个人还可以 听到大妈的说法 大爷也转变了一些态度 俩人也就坐下来聊 现在你还有啥负担呢 我孩子没有负担 我一儿一儿条件都好 都没有 孙子和外孙子都上大学了 都出现了 这个没负担呢 这个过我们俩 老年生活 为了劲的 大妈现在没啥负担 大爷很满意 聊到兴趣爱好 大爷不抽烟不喝酒 大妈相当满意 那我是一百个满意 就这个是我第一个硬觉 就这一步抽烟不喝酒 那是我的钱就行了 大爷没有不良习惯 大妈对住房没要求 但俩人要是成了 大妈有啥要求呢 这几个在一块呢 就啥要求啊 或者问这头啊 我没啥要求 就是说我感觉吧 就是要有演员 别的都是小事 公司是三千二 三千块钱 我感觉够花 不够花 我就花我自己一点 那自己那钱留 她干啥 我姑娘也不要 我看着眼的 你挣三千二百块钱 你挣三千块钱 我也感觉挺好 大妈也是看演员 看上你了 工资都是小事 你的不够还有我的 大爷一听 咱是有后台的 此时此刻必须直冷起来 你那个钱吧 就我不是给你出 你的钱我一分不动 那不点 就花我这个 我这个不够的花吧 有后台 不够玩的 我就拿笔 说这一个月 咱们有一份礼 一千块钱 那生两千块钱 不够花呢 我毫不犹豫的 我都拿 我不拿钱 当回事 大妈的话 听着书不顺心 但颜值差点是 行还是不行 大爷陷入了纠结 你今天就做啥来讲吗 还有个挑吗 一个脸吗 这呢 哎呀 先留个电话吧 先留个电话 你这头是啥意思呢 你自己这头决定 你要是觉得不行的话 我明天再给你介绍 而不是那种莫灵两可的 这样对人家大姐 也是一种伤害 人家大姐也得成一场夜来找二个 再出出吧 嗯 就是过家 你就放心吧 就这呢 这一点你就放下 放死心了 大爷让红娘放死心 保证不会为了延迟反悔 也当面给大妈表决心 我是没啥意见的 我当面给表态了 出出吧 大姐对大哥的印象咋样 嗯 我看是挺好的 嗯 对这么说 各方面吧 都不错 嗯 就是配我 你是不是趋点了 这啥秋秋 其实你应该找年轻的 我真说实话 别看咋俩今天坐着的 我就感觉你长得太年轻了 看他挺好 挺实在的人 你千万别委屈的 说你真的 听到大人的决心 大妈高兴的嘴都合不拢 口水差点流出来 还一个劲的给大爷戴高帽 大妈性格好 处处为别人着想 正在这时恰好赶上 大爷女儿来送饭 等我们要牵手成功了 你就不能给送饭了 多长老啊 我们老了没有啥 说时尔做点好吃的 都过来吃的 他多好啊 我还开心 通过一小天的接触 俩人感觉都很不错 红娘也就想的 第二天带大爷去大妈家这任门 没想到紧离了一晚 大爷这头就反悔了 考虑一熟 一熟没事 总感觉就是 这个眼儿挺重要 哥们都挺好的 就眼儿差点 昨天那个大姐这头也不跟你说了吗 说那个如果不行的话就直说 说说别委屈你啥的 然后咱这个的话还表达了 为人处事啥的都挺满意的 就像胡言伟传 这怎么怎么一熟就变了 有一天就是 你一行呢吧 就你讲话 那后边人没有多时间了 所以应该珍惜后几年 要眼儿合适的话 觉得我感觉心情好点 反正我买点东西到女平家看看 给你 给你 但姐姐姐说道个歉 考虑了一晚上 大爷还是觉得长相重要 不打算和大妈交往 于是买了水果当大妈面解释 是不是给你来点大哥 来还得拿东西 不拿东西 不要你进屋 不行 这么想 我就行了 红娘一进门就闻着香味 原来大妈得知大爷要来 特意炸的带鱼 炖的排骨 大爷挺不好意思 对不起你 真的 看着热情的大妈 想想自己来的目的 你大妈会怎么想呢 大姐 你先让大哥先坐着 然后我这头 我跟你单独闹闹 跟我单独闹闹 行 昨天你俩不是就是成了吗 打算决定相处相处吗 然后今天早上不是决定就是带大哥来你这看看吗 我早上去接大哥的时候 大哥都买好水果了 但是大哥这头觉得还是 你俩还是当个朋友 行啊 大哥就是演员差了点 没关系啊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你不论找谁 这边得有缘分 没有缘分 婚姻这东西没有缘分是不行的 所以你相忠我了 我也相忠你了 得这样事的 我啥都想得开 我不说了吗 对我来说啥都不是事 行 只要你这头心里没有不得心 没有没有啊 丝毫都没有 大妈的宽容理解 让红娘的心放下了 说话间饭菜胜多了 饭桌上大爷也就把话说开 说晚上吧 我来一回休 眼儿上确实吧 有点差距这么点 那边是不好意思啊 姑娘 大哥这你你别不好意思 你也别自觉 有点悠悠管乱了 没事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事实地不住了啊 不用道歉啊 你要道歉我还不好意思 大爷虽说前答应后反悔 但办事也还是有始有终 大妈善解人意 怕大爷心里不得尽 还宽慰大爷别自责 这态度这性格 相信大妈很快 就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好了 这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白了个白